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堂课应该带这个概括 怎么要去买call呢 为什么要去买call 我也跟大家讲了 大家要记住 call里面 这个里面呢 它是uption里面两大类 我现在这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mycall 今天呢给大家讲是mycall 好 那我们就不啰嗦了 就讲直接讲mycall了 mycall就是因为要涨 股市上涨的时候 你预计啊 不是说是股市现在的状况 现在是在跌 你预计有一个时间 你是要涨的 或者到了一个什么价位的 你就去什么 你要去做mycall 好比你资金不足 好比是这个股票价值很大 对不对 它这个都是几千的 一千两千的 甚至有的上五千四千的 三千的 up中三千的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 你要想买这个股票 你可以不用买股票 去买它的option mycall 但是你要认为它是涨的 这里呢 我就是先给大家呢 之前讲一个啊 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大V啊 所谓大V啊 很多大V在上面讲这些东西 我也去看啊 就看人家 是想学习一下 因为很多人讲 我讲的声音也不好啊 有点啰嗦 因为我是以聊天的写事 我看人家讲的话啦啦啦啦 那个口调还很厉害 我是不是做这一行的人 大家也耐心点听的 就是这 他讲了一个例子 我是觉得这个例子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啊 先讲先讲这个例子 大家听一下啊 就是你懂 不行的 也要听一下这个例子 他讲什么例子呢 他说 那不行是个什么呢 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他 他这回来也是要讲 不行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例子就是 你要去买房 房产公司要卖房给你啊 这个房产商要卖房给你 房子还没有做好 对不对 那要对一个月三个月啊 假设三个月或者半年 这个房子才能到你手 但是你现在可以跟他签合同 你给他下一万块钱定金 那你呢 可以把这个价格呢 就锁定在 三十五万 好比说三十五万 那你就给他一万定金 你三个月后交房给你 按三十五万的价格交给你 到时候房子要是晚上涨了呢 到了三个月 他还是得按什么三十五 交房给你啊 还是得按三十五交房给你 如果这个房子要是在说跌了呢 你的市场上你还可以再买嘛 所以你呢 就是浪费了这一万块钱定金 你自己呢 就离开了啊 就就不要了啊 他说的呢 似乎很像UP型啊 对 但是这个这个例子组的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啊 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是他只说了 UP型里面一点点不完善 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反而呢 会给人产生一些误会 或者是那你脑筋里面固有的东西啊 他就生成一种思维习惯 所以你可能就会对你做UP型里会有些是误区啊 呃 在哪里呢 这个误区到底他哪些不完善呢 他讲的 他不是相当不完善 这个例子啊 我要说我是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因为UP型毕竟跟那个是 呃 只有三分之一相同 三分之二是不相同 我现在呢 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稍后我来解释 这个例子里面问题在哪里 这就是说你对UP型的理解啊 这里面完全反映了 所以这个讲的人 他可能是按照哪里讲 他不一定的UP型 有一定的理解啊 他要真实理解很深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讲这个例子的啊 讲了这个例子 他也要把它区别讲出来 他这个这个例子是讲了三分之一 就貌似 就是看那个相貌有的相啊 就貌似 实际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等一会儿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就是你要是呃 听听懂的 会一些UP型的人呢 也可以自己考虑考虑一下 他这个例子有问题 跟UP型的区别在哪里 他同在哪里 你想了后 你就找到他的问题了 你就UP型的理解 也到了一定的层次了啊 就一定是到了一定的层次了 好 我现在接着讲卖价 等会儿我再跟大家解释 这个例子的问题 卖价呢 嗯 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卖价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去卖价 因为呢 呃 有两个原因啊 他一个呢 就是股票呢 这个时候的股票 他是弄为什么 今后不是现在啊 现在可能正在涨 正在涨啊 现在正在涨 可能马上他就会怎么 要调整 要跌 要往下跌 就是我在卖call 卖了很多的时候 我总是告诉大家 让他涨一次 两次 涨三天 四天 他一个节奏感很好啊 涨个几天啊 当然有时候要四天五天 对不对 有可能这个节奏感 涨那天 你再去卖他一个call 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卖他的call呢 就是你认为他要调整了啊 特别是我跟大家讲 看他的规定率啊 规定率 如果规定率一个高过一个 你看这个规定率 我们现在打开的这个 大家看得很清楚 规定率很高 如果在这个规定率高的时候 你卖了他 就相当于你就上对了 对不对 他就是什么 你看啊 你看他就是什么 他回来了啊 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赚钱的 如果是这一看这个图形 这个call你卖了 你是肯定赚了啊 你这个就像 有收入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也是 你看到没有 这规定率啊 到这里的时候 哇 还在晚上走 你一看自己接地设 不要动他都可以啊 就不要动他 有些东西三天四天 你动他也行 反正就是这中间动 你也不会 因为他还下来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一二三 开始动 这也没事 那如果说 你看到你一直这个规定率 到这里时候 你看他有的往下来的时候了 这个概率在拖他了 你这里动也行 你看这里动你就会有赚 你这个就是你卖这个call你就赚了 那人家说你卖call是covercall 你怎么赚呢 你股票跌了吗 你不许得赚吗 你只能这样说吗 实际上你是可以可以可以做lakecall 就是我没有股票也可以卖 所以说这就是我现在还是讲这个这个啊 他说他不像买东西 卖东西是你有东西你拿来卖 对不对 他他没东西他卖 就是买空卖空啊 就是他没东西卖 他说我没有股票 我也要卖个call出去 然后把这个全力卖给你 这叫lakecall 我是可以做的 有些账户是不让做的 你你让不让你做 就根据你在做股票的这个资深 有多就是有多丰富的经验啊 你要给他申请你要讲讲啊 他给你让你做就做 他不让你做 因为lakecall他有一定的风险 他的风险就在于说你现在卖这个call出去 你拿了钱了 到时候你你账户你一定要有钱怎么把这个 如果人家到那个时间了 真要你的股票的时候 你得把它还给人家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没有股票 我没有钱买啊 那你这个账户不对 对不对 你要有钱还 把股票买回来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好比说到那个时候股票啊 35块钱 但是呢 这个股票呢 嗯 因为你你拿了人家钱 你卖call 你们谈的是35块钱啊 两个礼拜以后 对不对 要按这个价啊 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要把股票给人家 35块钱 那你没有股票 那那现在那个 那个股票涨了40块钱了 那你干嘛 你就要花40块钱 你股在外面去买 最起码是一手嘛 你们一手不做 就是你要买100股了 相当于一手啊 就是100股 你就给人家啊 你得给给对方 因为你拿了人家钱的 你定义合约的 对吧 所以说 这里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你有没有钱去买这个股票 还给人家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 但是呢 cover core就好一点 cover core是什么 你要有股票 实际上这个股票相当于跟你做了担保一样的 你再去卖core 这叫cover core cover core就是你有200股 那你就可以卖core 卖两手 你手是100股 对不对 你就卖两手 就是我做了一个啊 大家 大家看到了啊 就是做了一个 以前我没跟大家讲的系统讲的 我们也跟他讲的是cover core 但现在我就跟大家讲的 大家知道那个就是啊 cover core 好 我打开一个我的账户啊 这是另外一个账户啊 这个账户里面呢 我就说了 我做LUV 我要2,000顺 LUV啊 我做了一个 我又你看我上一回是 大家看到我上一次视频 我上次也做了 对不对 呃 这一次又做了啊 我这不停地做的啊 这是做的weekly的 呃 可以卖多少 20啊 就可以卖20 呃 卖20手 卖了啊 你看这个卖了后来 我现在已经又 这个时候已经在赚了啊 卖了后就赚了 因为股票在跌 对不对 他跌了一块多 所以他跌 我这里的在赚啊 这里的赚 所以说 呃 如果是这个股票 要没有被拉走 呃 410月30号啊 就是马上了啊 呃 大家可以帮我关心啊 到星期五你看你这个 这个 他是多少钱 LUV啊 这个strike这个价格啊 很重要啊 到时候我教大家 怎么来选这个价格啊 这个价格就是 我是不希望他拿走 所以说我选这个价 还高一点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呃 呃 我这这样补贴 那么一样了 对不对 我不停地做 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总秀了很多 我就不停地在做它啊 我就说了 我是因为这个直流了 LUV了啊 我就把它 这个账户里面啊 呃 还有一个账户也是的 全部清空了 准备去买 买一点科技股啊 做些长线的啊 呃 到时候买的时候 我会秀给大家看看 呃 这里呢 我就讲的话呢 就是说 这就是cover call 嗯 就这样做一次cover call 我做的是到 10月30号的 还有几天 星期五啊 呃 大家看这个图形啊 呃 这就是我讲的 option 对不对 对吧不行一个股票 这里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还是在这一节里面啊 大家记住啊 还是在这一节里面 就是还没有讲到poo啊 因为一讲你就会搞混了的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以前说过 我说你尽量是念call上的 卖call买call 因为我是用这样的思维 可能你要是老叫好用的话呢 你也可以可以啊 中文翻译的就是看涨期权啊 看涨期权 因为看涨期权呢 实际上他这个买卖两个人是平等的 你懂吗 平等的啊 当然是买 而且你你不能不要 那个买的人啊 认为是在涨 实际上卖的人 他是认为什么 是在跌的 对不对 你说一个看涨期权 那对他来说两个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啊 所以我觉得你就直接记 他就是个名字 就是单纯就是一个名字啊 call 本身call它就是个名字 对不对 好 你既然是call 那你你就是你一个是买的时候 它涨 你卖的时候 它是在要跌 将要跌 不是正在跌啊 主要是我的我的策略 是不是正在跌 是将要跌的时候 是最好的 因为你卖的时候 想卖一个什么 好价钱 这里有一个 有几个价钱 对不对 一个是股票 时间 执行价和合同价 这个执行价呢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执行价 它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 选好执行价 它跟合同价 它是有关联的 一定有关联的 对不对 你执行价 也要靠近你的本身 市场当时的价格的时候 这个核能价 稍稍要会高一点 如果是小于这个市场价的时候 这个执行价 你把执行价 显得比市场当时啊 当时市场的价格 价格还要低的时候 这个核能价 它会更高 当然呢 这个价格不能随便高 随便低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 这就是经常做执行价 知道的就是价内和价外啊 我刚说的是 比它要低的时候 它是个价内 比它高的时候是价外 价外的是个合同价就低一些了啊 就少一些了 就这看 所以这要去 你选择的时候就要去选择好啊 嗯 对的我是有一套经验的啊 我每次选的话 应该是不错的啊 因为我是保证在合同价 用合同价来回头 看这个价值不值得做 不值得做 我不会去做 但是这两个一定要值不做 首先看合同价的时候 咱们要我卖 我只卖个两三毛钱 就是有一个朋友啊 嗯 也留言留个言的啊 他呢实际上都做得蛮好 他呢是在价格起来 但是他就这个合同价很低 几毛钱两三毛钱他去做 没有必要 这个时候你单约风险 对不对 还单约风险 你赚不了几个钱 就不要做啊 我是说做了一块钱左右啊 原来我是 希望做了一块五毛钱是最好了 因为要做短期的 你时间越长 做长期的 这个合同价来就会怎么越大 但是 时间越长 不确定因素更多 风险也就大 对不对 不确定因素多的时候 你风险就很大 所以你尽管钱多 但是他也风险大 是这个合同价 所以这个合同价和执行价很重要 还要时间 他这几个都是很大的关联 股票也是的 好 在这里呢 我就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么一个故事 对不对 讲那个故事呢 有可能呢 很多人啊 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那个 不知道 就是好像那个故事 贸事啊 神离 我觉得贸事神离 实际上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option啊 他可以不去买那个房子 他去把那个合同啊 他不是交了一万块钱定金吗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不叫定金了 在这里也不叫定金 那个因为那个一块钱 他是会变动的 他是会变动的 所以说他将 如果那一块钱 那个定金 他叫什么价 我们叫合同价 这个合同价了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个股票的价格 可以让去看待它的 合同价涨了 你直接做合同价 这也是有更可能啊 因为这个合同价了 他受什么影响 这里大家听住啊 一定记住 讲Cosal 跟大家讲过一次 这一次再强调一次啊 这个合同价受什么影响 一受股票影响 对不对 这个股票涨 涨多少 这个合同价 它会涨多少 这里 有个指数啊 叫Delta啊 最后给大家讲啊 这个Delta怎么用啊 这个就是股票涨一块 涨一块钱 这个合同价 它会涨多少钱啊 它跌多少 它也跌 它也是跌的 还有个东西 记住啊 大家还有个东西 就是时间 对不对 那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 越长的话呢 它这个曲线呢 它这个抛物线形式啊 就是抛物线形式的 但是时间短的时候 它收敛的很快的 时间长的时候 它在很大时间 收敛是很慢的啊 收敛很慢的啊 所以说 学刚刚数学知道 收敛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 呃 变化率啊 变化率先是小的啊 就像我们说 加速度是 是小加速度不是很大的 到后面的加速度就很大了啊 对 对这个求导啊 对求导啊 对速度求导啊 这个数啊 所以说也叫做 加码啊 加码 就是加码也是飞机 就是你速度快慢的东西啊 就是就是这个曲线的平缓 讲这个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曲线啊 就是说你带这电话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啊 我为什么我买一年的 真的他前面动的 就不是那么激烈 你买一个月他激烈很多啊 你想买我说的买这样的话就很激烈 他激烈到什么 他可以归零的啊 可以归零 所以说你就可以是这个钱 你才白给了的归零 他是接近他的时候 啊 又不达到他 就不需要采用合同 不交割的时候 那这个买的人就是亏的啊 那买的人就亏了 当然你这个卖的人他就赚了 所以说 卖 option的时候人 我今天为什么要经常做 我觉得他就是个income 为什么income 就是你在判断股票的时候啊 你有两个方向 三个方向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三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是涨 另一个方向就是跌 不是废话吗 我也不涨跌 但是还有一个方向是吗 他是平的啊 来回调他还在那里平的 是不是三个方向 对不对 股票就是三个啊 但是呢 那卖权的时候 做这个卖 你卖他call的时候 如果是跌和平的 你都不亏了 你这个就没做错啊 当然股票你是会亏的 但是你毕竟是做了这个up 行对不对 而且是短期的 你就做对了 他涨的时候 你就错了 对不对 好 错到哪里呢 你有多大损失呢 所以我跟大家也讲过 对不对 你卖call的时候 所以为了cover call 做人很多 就是这个意思啊 首先你讲到不行 一定要懂cover call 就在这里 所以你亏到哪里 你亏到哪里 时间里亏啊 你亏的就是说 你很贪婪 你要不贪婪 你也没亏 因为你在订执行价的时候 你就比当时的市场价要高 就价外价 一般是订价外价 因为我订的都是价外价 因为你是不是为了起保护作用 起保护作用 我就把股票卖了 我觉得那么恶劣的情况 我就卖股票 对不对 我认为它不是那么恶劣的情况 所以我只是给它起一个保护作用的时候 然后这个执行价 我订的是价外价 就是说比当时市场的价格啊 略微要高一些 那价 那合同 我又收了它合同价 对不对 我说了 我一定做一块钱以上 我做了一块钱的合同价 我又收了它 又到时候执行的时候 又执行的高的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亏什么 你亏到哪里 对不对 你有多什么风险 都没有 所以 在我概念里面 几乎风险 是很小很小 那就是在狂跌的时候 狂跌的时候 实际上只是说 它对你的操作有点影响 就是你马上要什么 要把这个 给钱还给人家 就是买回来 再把股票才能卖掉 你的股票不能卖掉 就是这 但是你要操作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 一两分钟的事 但是你还是因为 由于你收了合同价 弥补了你的亏损 总而言之 卖扣 是比较稳妥的 大家可以学着做的 最先做就可以做到 买扣 我是不怎么 建议大学做的 特别是新手 当然老手 卖扣 会赚钱 会发财 会发财 当然也会亏 为什么说会发财呢 它就是一个杠杆 当杠杆 到时候我会操作 实际情况操作 有机会 一定要等机会 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卖一个扣 买一个扣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扣买了 大家等着看 到时候看是真赚钱 是假赚钱 大家要是 钱多了 不在乎那些钱 我们做一手两手 对不对 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看能赚 这是你熟悉 你不做 你永远记不住 你不做 你就不知道 这个操作不住 你是不是老是 在这个数字和文字上 就打转转 你就总是不好理解 头就搞冤屋了 还有你再把旁边 这个付也签进来 你就全部搞零了 现在我是 一定不沾这边 我们就全部讲了 还是Uption的 这一条线 就是这一条线 就是call 而不行这一条线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 讲到这里 我下次再开始 我们就开始讲 买铺 下单我主要是 讲买铺 为什么要去买铺 对不对 那买铺呢 大家知道一点了 买铺也是 曲线往下跌的时候 你去买铺的 记得 买铺到底有什么 实际意义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再一个呢 就是 他我刚才说了 你卖call先也是往下跌的 你买铺也是跌的 那到底为什么去买铺 而不去 卖call 或者你卖call 为什么不去买铺呢 这个我有点区别 到时候会跟大家 讲这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它的区别在哪里 这里呢 就是还有一个 我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 解释这个房子的事情 刚才那个房子 我已经讲了 所以那个房子呢 为什么说 那个例子不好呢 因为呀 它这个房子 它订了一个定价 那个一万块钱 所谓叫定金 它这里是合同价 大家知道 合同价是可以变化的 而且这个合同价 它随着什么变化 它随着这个股票的变化 它会变化 就市场上 你要市场上 房子在涨这个合同价 你那个定金 那是不会涨的嘛 对不对 那个股票往下跌的时候 那个房子往下跌的时候 那个合同价 也不会跌的嘛 对不对 你那个房子的定金 不会跌的嘛 它是个死的 往往它把个死的东西 来讲到你听了 实际上你就会 就误解了 实际上往往人们 在做什么 在做合同价 这个合同价 它是有市场的 那个定金没有市场 对不对 那就算定 定的话 它也是非法的 可能是在地下的 卖卖 还要通过什么 第三方第四方 最后签什么功能 那很麻烦的 房子你要这样去做 不是很难做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它那个定金是个死的 这里是个合同价 这个合同价 它是把它 这是华尔街人 想的一个产品 它主要的重点 就是在讲这个合同价 它要把这个合同价 当成股票 就是怎么衍生衍生的 就是因为这个股票 衍生出来的合同价 让这个合同价 就像股票一样 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听懂了吧 所以你买call的人 他不一定要去买这个房子 你买call的人 到时候你会把这个合同价 卖掉 为什么涨得很高了 你投资那么上 你已经很高了 你就会把它什么 卖掉 就是大多数人 90%人是来做什么 做合同价 听懂我的 在做这个合同价 并没有准备钱 去买这个股票回来 当然也有 当时我什么情况下做 我也会跟大家进行交的 所以说这里我就讲了 刚才他你要理解了 他那个缺陷 举个例子的缺陷 你就知道 他跟安倍迅速完全不要 而且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记住 你那个定金呢 他是个死定金 不是说他还不随时间变化 他这个不仅仅是他股票 当时的房子晚上涨和跌的影响 他还受什么时间的影响 懂了吗 时间影响 这个时间越接近的时候呢 这个合同价 他会越来越什么 低 当然他第一是因为 你远 就是跟那个执行价 接近 在价内价外的问题 我就刚才讲 反而这言之 你要知道 这个时数 他叫theta 要theta 就衡量这个时间 和合同价的变化 也有指数的 就是说 多少时间会影响 这个合同价 我就刚才说了 一个抛线样 对不对 他越后会衰减越快 越衰减 衰减之后 他会合同价 有可能是做什么 他一定会到时候 没有达到这个资金价 他会变成什么 零的 就是交易没有发生 他就是个零了 所以说 他的那个房子 定金的一万块钱 他就是个定金 他不存在这个概念 对不对 他也不是说 价格的涨要拿去卖 所以说 这里他是不一样 他要讲这个例子 一定要把这个 我后面的这些话 来讲给人家听 否则你把别人 又固定 实在一种思维的方式 就会犯错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要想接着听下去 我这个upting 确实是很复杂的 也确实是很有用的 我一定演示这么多 前面 每一次都在给大家演示 我做 就是提醒大家 让大家看知道 我做的都是 应该做了四五次了 在这个视频里面都有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可以做 可以赚钱 谢谢大家收看 继续关注 我下一个礼拜 我是一个礼拜出一次 因为我也很忙 我是专业做这个 不是专业来做这个媒体的 我是在做这个分析 做专门 有工作在做 希望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到此